要说日本最具象征的美食除了寿司拉面 就是当地的精致和果子了 但和果子往往因为多功耗时 在我国通常很难能够找得到 来自霹雳的一名销售员 在学会和果子的制作方法之后 就决定开班授课 虽然说一开始获得了很多的学员踊跃支持 但是行管令2.0来袭 瞬间让他的教课计划乱了套 因此他转做线上教学 隔空教全国的学员制作日本点心 软糯可口的和果子 再配上一口暖呼呼的绿茶解解腻 你眼前的这些和果子 在以前只会出现在日本皇族的餐桌上 可是随着时代演变 和果子逐渐在当地普及化 成了许多日本人喝下午茶的必备点心 来自霹雳的刘杰文 也是被这色彩缤纷的点心所吸引 随后就投入研制和果子多年 他说制作和果子除了讲究功夫 也十分耗时 整个点心的制作过程通常需要耗时三天 那首先需要把白豆和红豆浸泡一天 再来就是准备和果子的馅料了 那么对于来讲基础来说材料要煮得好 比如讲你的白豆皮要煮得好 就是你的豆要煮得很暖很暖 然后它是不粘手的 你才可以做造型 我觉得那个基础工关于在 首先要把材料做好 然后需要把每一个步骤做到好好 就完美哦 不要说馅料是和果子的基础 那么为外皮雕刻出逼针的造型 就是为和果子注入灵魂了 别看和果子外形小巧 正是因为小才更考旧手工 而这逼针的雕花也不是看看教程 随便刻画就能做出来的 除了手工 用对工具也很重要哦 如果是比较高级的技巧来说呢 是针剪 比如讲这个是针剪 那么如果不会拿筷子的人 这个是很挑战的 因为需要用那个剪刀 然后真的剪刀去剪那个花朵出来 所以手的力是需要练习的 短短15分钟就能做出简单的造型 而要挑战复杂的雕刻 还是得用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 而享用和果子的最佳方法 就是在完成之后 先放入冰箱冷存 要吃的时候才拿出来 放置室温之后慢慢享用 刘杰文在行管令2.0上录之后 也马不停蹄录制教学视频 计划在3月或4月推出网课 让身在全国各地的学员 都能够在家安全安心制作和